汉末三国当年董卓乱政 曹操回到自己的家乡陈流 散家财和一兵号召天下英雄讨伐董卓 这个时候很多英雄人物纷纷投靠了曹操 其中以曹操宗族较多 其中一个人不得不提 此人追随曹操三十余年 曾就曹操免于恶难 成为曹卫传奇名将 却是个要钱不要命的角色 差点被自己侄儿杀掉 不过却是三国封号最多的侯爷 这个人就是曹操的从弟 曹魏宗室大将曹洪 自子连曾是曹操早期不可多得的合伙人 曹洪是曹魏的开国元勋 这是毫无疑问的 在而曹操早期军事生涯中 多一众曹洪屡不知乱 曹洪将兵在前 张秀出判 遣曹洪姬张秀 夜袭乌朝 留曹洪首进宫业城 曹操姬尹凯 而曹洪宫业 可以说曹操早期军事生涯 曹操一旦分兵 但多是曹洪与曹操各领一军 曹洪在曹操眼里地位可知 而且在曹操担任魏王之前 曹洪的地位还要比曹人高 曹人的地位非常高 一方面是在出平元年 曹操讨伐董卓兵败时 曹洪把自己的战马献给曹操 并且自然而然地说出了那句 感人至深的名言 天下可无红不可无君 之后曹洪步行 护卫曹操到了汴水 让曹操休息 由他一个人沿着河道搜寻 终于找到一只小船 让曹操逃出升天 使曹操免于恶难 而这一战 将曹操好不容 聚集起来的五千人马 给打光了 对于充满野心的曹操而言 是一个惊天恶号 然而这个时候 曹洪再度找到好朋友 扬州刺史陈温 招募并挑选了两千精兵 然后马上带着这支队伍 与曹操胜利会师 为曹操的东山再起 添上了重要的一笔 曹洪在为国建立之后 自曹洪为兜户将军之后 他的政治军事生涯 似乎就处于停滞阶段 史料能见的 仅仅苹果一次下变 而此次出征 更有曹修彻肘 鲁虽参军 其实率也 这话俨然曹修才是实际上的主帅 这个时候的曹洪在曹魏政权之中的地位 急剧下降 甚至已经低于曹人了 大体的原因就在于乱世之中 曹洪这样的人物 可以说非常需要 但是在国家逐渐趋向平稳的时候 曹洪这种的人却被视为稳定的威胁 一方面是曹洪家庭富裕 其二 借着薰鬼之名 成为违法乱纪的典型案例 曹洪违法乱纪 在曹操担任魏王的时候 就进行过打压 不过并没有起多大作用 直到曹丕称帝之后 曹丕借曹洪的门客犯法一事 将曹洪打入大牢 并要处死 当然这里面还有一点其他原因 就是曹洪要钱不要命 家里富裕却非常吝啬 得罪了曹丕 不过最终在变太后和郭皇后的 屡次请求下 曹洪得到赦免 曹洪虽然后期表现被打压 但是却是曹家江中活得最久的名将 同时也是曾封号最多的侯爷 比如建安元年 曹洪封国明廷侯 曹丕即位时 曹洪进封野王侯 后细封都阳侯 曹锐即位 拜曹洪为后将军 更封乐成侯 太和六年 曹洪逝世 追逝约公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免